词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周深彩排现场真的开口碎呀 周深又有新舞台了 今天7月30号 第36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 周深受邀现场红歌 《红湖水浪打浪》和《我的祖国》 根据央视频道CCTV6的节目单来看 下午5点50是红毯仪式 晚上7点40是颁奖典礼 周深能参加这种顶级活动 还是唱红歌 真的期待周深带来的舞台 奔跑吧最后一期 这一期周深真的是全程高光又好笑 我这是白了 我这是白了 我脚出不来了 你这个脚怎么了 这是花盆底的最原始版 拉不过来 周深和白露这次真的说不清楚了 跑男最后一起睡衣爬 周深和白露一出场 所有人这才发现 他们两个人居然穿的是同款睡衣 不说是一模一样吧 那确实是看不出差别 白露和周深这一期也是很有缘分 他们在车里时 跟拍摄像让白露 做到有逆光的右边来 还夸赞到太漂亮了 周深马上说 老师我就不可以是吗 白露调侃 不经常把我们俩放在一个车里 是因为太吵了 我知道什么不经常把我们俩放在一个车里 太吵了 太吵 果然两个射牛在一起会很热闹 而这一季跑男里面 周深和白露也是玩得最开心 聊得最嗨的 这两个有趣的人凑在一块 确实更有意思了 兄弟团起床任务的惩罚是扎破水球 没想到结束惩罚之后 全员开始打水仗 周深脚下一滑 在逃跑的过程中 脚卡进了拖鞋里 拔不出来了 周深还开玩笑说 这是花盆底的最原始版 最后在大家的帮助下 才成功解救了周深的脚 周深在蛇冠之战 终于撕到了名牌 追踪黄金猎人环节 周深认为游戏规则太保护四名牌的人 并说 这种规则我就应该当黄金猎人 周深一直在耿耿于怀 自从上次直接把队友告诉杀翼之后 没什么再可怕的了 看来周深走过最长的路就是杀翼的套路 不过这次周深被杀翼套路过之后 没什么怕的了 抓住机会一把撕下了嫌疑最大的赵露丝的名牌 直接淘汰了他 赵露丝对周深说 你今天伤害了我两次 没想到周深在收官之战的时候 终于撕上了名牌 但是却撕错人了 奔跑吧 这就收官了 但是有周深 这一季真的好看 周深贡献了不少好笑的名场面 他也因此说 参加奔跑吧第十季 是锻炼身体的心情 不过这也苦了周深 他没少在节目里奔跑中咆哮尖叫 但是他也有不少的温暖的画面 像是金晨他们那一期 害怕他们踩在纸牙板上面会疼 直接就让用自己的脚让他们踩着 像蔡徐坤问他听到新歌是什么感觉 周深直接说温暖 奔跑吧里面 回顾这些细节 周深真的太暖了 其实奔跑吧里面的有些游戏环节 对周深来说是有难度的 他个子小 力气小 和高大的蔡徐坤 李坤 杀意PK不占优势 但周深回回都是权倾投入 凭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完成游戏 都说只要周深一出场 能把综艺瞬间变成阴宗 因为他的歌声太懂听了 哪怕是他在奔跑吧中 即兴哼唱维吾尔族民歌 都能给人悦耳的感受 奔跑吧第十季节目 从五月起播出以来 全网热度持续攀升 连续58天拿下热度日贯 节目寓教娱乐的游戏方式 及值得深色的主题内核 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 更获得了央视频道 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的点赞 节目能取得这么高的热度 嘉宾的表现也是一大吸粉原因 深深是一个特别为他人考虑的一个艺人 然后对人特别的利用礼貌 而且作为合作伙伴 他特别能站在别人的立场去考虑问题 是一个特别好的艺人 这个绝对是一个大爆料 就是周深的发音真的很 六居然就是震撼到我 周深一来听到他听出是一个反忍 就开始雕发音 我也是惊呆 周深真的是很敬业的人 就是因为当时那天拍摄的时候 时间非常紧 所以我们几乎 我们有四种光 然后每一种光只能拍一条 然后周深呢 他每一条为了让自己的状态 非常的饱满 他是从头唱到尾 他是唯一一个 在拍摄前通过经纪人 来跟导演 跟我们沟通 就是要求我一定要真唱 就是拍MV哦 这还不是说演出 就是拍MV的时候 他说我一定要真正地唱出来 然后那个时候 我的情绪 我的面部 我的身体 才是真正地演唱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级赞 很多歌手在真的演出的时候 都不一定会坐到这里